好,全球的战友们大家好,今天是第15天 我们刚从庭审现场出来 给大家带来今天的庭审宿地 今天七哥穿了一身身脏青色的西服 和一条黑色的领带 如果没记错的话 然后今天七哥状态也是非常好 然后有一个小插曲就是 今天中午吃完饭了之后 七哥跟我们交流 因为他去的比较早 然后七哥给我们做了一个手势 他刚刚做了俯卧撑 然后有战友问他你做了多少个 他说五百个 后面加两个零 哇塞,这中午做五百个 让我自愧不如 然后今天出现了两位证人 第一位还是昨天的第14号证人 然后另外出现了一个 在下午两点半之后 有一位来自前香草山的一位前女战友 叫明然雾的 然后他的这个第二位这个证人作证 基本上还没怎么开始 因为就做了大概20分钟的时间 然后就走了 那今天大部分时间 还是我们在交叉咨询14号证人Mr Khaled 然后给大家分享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 基本上我先总结一下 基本上他今天 他整个人的这个信誉 已经完全被 被怎么讲 被就是打掉了 因为就是给人感觉就是一个 从2010年开始 一直到2024年 累积累积斑斑的这么一个 撒谎很多次的这么一个人 然后他跟检方的这个 不起诉协议里面就包含 从2010年到最近的 总共八项 coverage 就他很早的时候就有这个 跟这个 比如说提交虚假的 个人收入的这样的一个记录 给到银行 目的是可能是要贷款 因为他要重新装修 还是怎么回事 然后 几个重点吧 关于他的这个信誉问题 第一个重点是 他不是之前 拿了270万所谓的这个服务费吗 但是这个服务费 它是基于一个前提 就是你完成了 对应的这些转账 对吧 清理掉这些对账 之后 那么清理掉的这个金额 比如说100块 你拿2%拿2块 但事实上他在做 完成这100块之前 他就已经 这个把那两块钱 转到自己账户里面了 他分别在 2021年的4月和 2020年的4月5号和20号 往他的账户里面 转了分别 转了100万 总共两次 就200万 那之前还有几笔转账 那么在这个时候的 这个时间 他还并没有完成 他所要这个完成的这个服务 就是要转掉一点几个亿的这个账 转到G-Club 那么实际上这个被认为就是他的一个偷到 steal 那么他不承认 那所以后来这个我们的律师就问他了 那你你的这个不起诉协议里面 有这一部分的这个270万要交还给政府 那你你认为这个是合法的收入 你为什么要交还 你正常的收入 你的工资有没有交还 没有交还 那为什么就交还这270万 他无言以对 对吧 然后第二个点就是他在 Pax 其实就是PAG的这个案子里面 其实有一份宣示书 他的宣示书是说 所有的这些钱跟Miles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Miles不享受任何的这个金钱 从这些钱里面的金钱的利益 这是他的宣示书 是在宣示的情况下 做的这样的一个证词 那么今天他等于是把原来 在这个宣示的情况下 做的一份合法的这样的一个证词 给他推翻了 他认为说这钱跟郭先生有关系 那到底哪个是对的呢 不管哪个是对的 他总有一处在撒谎 对吗 然后这是第二点 然后第三点有关于到说 他之前要转账的时候 他不肯转账 他要求要做一个KYC 那做KYC的主体是 他crane这个公司来做KYC 我们Sabrina非常的敏锐 就抓到这一点 任何拥有银行账户的人 都已经被KYC过 而做KYC的主体 应该是银行本身 就是我们个人去银行开户 银行给我们做KYC 我们去习交所开户 习交所给我们KYC 而轮不到你这个 crane这个公司 去给我们做KYC 他还是无言以对 然后这里面说到这个 crane公司的时候 就有这个 他的这个起诉书里面提到 在2021年的 应该是 就是其中的几个月吧 他声称是 他做这笔转账 帮我们转钱 他是有这个执照的 叫做是money service 但是实际上 在他的起诉书里面 有提到这一段时间 他是unlicensed 就没有执照的 在进行这样的一个金融方面的 这样的一个服务 而这个被认定是为犯罪 所以说他在不起诉协议里面 要把这个放进去 给他一个coverage OK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他的一个payment facilitation agreement 就是付款的一个协议 他跟G club之间的 因为他要跟G club去收这个费用 然后包括要一些特定的条件 比如说我要KYC 我要你提供这个条件 那个条件 就七个直播里面都讲过的 那么签完这个协议 没过多久 大概一个月时间 G club就要求 终止这份协议 到这个时候的时候 他的律师 居然给G club 回的一份 这个律师函的那封信里面 说道 我不想终止这个协议 我还要跟你去做这个生意 这个我甚至可以说 我不要收你的费用 我把这个钱还给你 怎么怎么样 就是 之前他扣着这笔钱 来要挟 相当于是 但是等到我们这边 决定要起诉他的时候 他开始跟我们要求 啊不要这样 对吧 我把钱还给你啊 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们到这一步的时候 我们已经不跟他 不给他机会了 之前给机会 这一次已经不给他机会了 我们就是要给你 termination 哪怕你现在把钱打给我们 不要 我们走那个法律程序 所以才到了后来的 我们昨天讲到的 arbitration叫仲裁 那在仲裁过了之后 这个仲裁庭 要求他把钱全部打给我们 这是仲裁的结果 OK 然后这个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人当时的一个情景 就像七哥直播中 所说的 2022年的8月份 对吧 还是2021年的8月份 所说的一样 我们有一个这个 Cream Cream账户 Cream公司 他不不给钱打给我们了 对吧 他要带钱要跑了 要挟 对吧 各种认为 说这个钱没有人认领了 就是他的钱了 就是那个时候发生的事情 然后基本上时间也有限 我想讲的几个重点 也就是这些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细节 今天真的是非常嗨 这个Sabrina Sabrina表现得特别特别棒 一如既往的棒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的细节 大家去看联盟的暂停记 对对对 就那270万 里面有个7 然后他买了7个房产 在那个佛罗里达 他的小算盘打得特别好 刚才唱天提醒我的7个 在佛罗里达7个房产 里面他还想拿这几个房产 去做Airbnb的挣点钱 最后这几钱全都得还给这个政府 他还号称说他entitle这些钱 他如果真的像他所说 合法拥有这些钱的话 他根本不需要退还 就让他的工资也不需要还给 也没有要求政府要要要要 要他还给政府一样 所以说这哥们就是很可怜 因为我们觉得他基本上 已经是完蛋了 这个劣迹斑斑 对而且也没有办法去得到他的cover 尤其是这个州犯罪 而且州犯罪 大家去看昨天的这个提审记录里面 sidebar里面 其实检方是知道他的这个情况的 就是州犯罪cover不了的 但是检方都没跟他说 昨天小飞象说了一句话 特别好 我想拿他来做今天的结束语 就是一夜情跟谈恋爱 是不一样的 好吧 谢谢大家 我们明天再见